网上不少人说 那个仰望悠久 续航少 才450公里 我就笑了 那个 都能买 一百六七十万里跑车 那绝对不差钱 差你那点什么续航吗 家里不一定几辆车呢 如果我是富豪 我的 我就是富豪啊 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就是 我开着这个车 能出去装 能从去比 能带个妹子 我能跳舞 我能展示一下 我能感受一下 这个电车 这个速度与激情等等 我一看那个 酷酷帅帅的外形 我就足够了 我要什么续航啊 我家那么多车 轿车SUV MPV 什么玩意儿都有 我差点是一个续航嘛 再说了 在电动车上 450公里的续航 已经不少了 挺不错的了 挑啥挑啊 首先豪车超跑 它就不是一个追求 性价比的东西 你用老百姓 用家用车的一个思维 去考虑 哎你续航不够 这个又那的 说这种话的人 肯定买不起 买得起的 不在乎续航 听懂了吗 而且这也是超跑当中 性价比最高的啊 基于全球最高科技 于一身 卖的最便宜的价格 而且同时啊 也证明这个 国产新能源车 能造出超跑 中国车企 中国品牌 走高端 走豪华车 做超跑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很多老百姓 也会买单 这个市场啊 这块蛋糕啊 不只是让外国人赚钱 对不对 这个才是重点 和外国人赚金 大丰富 那两个人赚钱 现在